您有到过墓园庆祝中秋节吗 雪兰的沙南富贵山庄 为了让孩子们体会家庭的重要 珍惜生命 星期六在一项给人阴森定像的墓园 筹办了千人中秋晚会 现场摆置了数十个大型的花灯 让墓园瞬间洋溢着喜庆温馨的气氛 雪兰的沙南富贵山庄菩提园 在星期六庆祝华人传统节日中秋节 从校三点开始大会早已安排了 一系列的游戏和活动 让民众前来参与 当中包括逗趣可爱的手作灯笼教学 红姐姐趣味舞台剧 生命教育分享 财灯迷 市集和幸运抽奖等等 富贵山庄首席行销长拿听李杰宜表示 举办类似活动是希望能向孩童灌输家庭的价值 也借着活动教育孩童接触华人传统文化 它不只是说让人家慎重追缘 它其实也是能够让大家带着一家大小来参观的地方 特别是它也可以带着一家大小来过家节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有办很多小朋友的活动 也是希望说很多生命教育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从小孩子就慢慢的去灌输 让他们更懂得珍惜家庭的价值 到了晚上当然少不了提灯笼环节 众人点起灯笼非常漂亮 还有就是著名的四川变脸表演 让群众近距离观赏 活动委生主办单位 展放将近十分钟长的烟花 活动最终在璀璨的烟花下圆满落幕 MTV7综合报道